一阳千玺是过去三年的热搜王 陆寒第二、王源第九、肖战第十 近日,有数据公司统计了从2017年5月9日到2020年6月24日 当红男星上微博热搜的次数和时长 一共有12个男星上榜 他们都是顶级流量 很多人都没想到 一阳千玺竟然可以力压肖战、王一博、蔡徐坤等顶级流量 成为过去三年的热搜王 其实可以理解 一位蔡徐坤是2018年4月开始爆红的 而肖战和王一博是2019年夏天开始爆红的 而一阳千玺2013年就爆红了 王俊凯排名第五、王源排名第九 虽然名次不是很高 但能上榜很不容易了 陆寒排名第二、吴亦凡排名第六 陆寒和关小同关宣炼情是在2017年10月8日 在此之前一直都是顶级流量 所以陆寒之所以排名这么高 其实大部分都是2017年贡献的 如果统计2019年7月到2020年7月的热搜 那肖战肯定是第一 王一博肯定是第二 他们爆红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总量很吃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